1985年4月1日傍晚 苏联物理学家弗拉西米尔·亚历山多罗夫走出了酒店房间 作为制作出何宗天理论数学模型的顶尖科学家 在连续数天的学术会议后 身心俱疲的他决定放松一下 出去算算步 感受一番西班牙的抑郁风情 亚历山多罗夫走出了位于马德里的利子酒店 沿着普拉多大道向南走去 在出门时他热情地对门童抱一微笑 用标准的英语说自己打算在外面享受晚餐 而这就成为了亚历山多罗夫已知的最后活动 随后他就消失在了马德里的街头 就像肉包瓦尼有去无回了 顶级科学家的失踪让苏联高层大惊失色 他们不清楚亚历山多罗夫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遭意外了叛逃了遇害了 这个人掌握大量尖端技术资料 一旦外泄后果不堪设想 愤怒的克里姆林公把矛头指向了西班牙政府 都是你们去邀请他参加这个鸟会议 现在把人弄丢了 你们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 你们要是不给我个说法 那就别怪苏维埃给你个说法了 在与苏联一团和气的沟通下 西班牙政府顶不住压力 只能允许克格勃参与调查 几个月后克格勃给出报告 这事不赖西班牙人 我们也查不出这位大哥去哪了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出意外的 1985年7月 克格勃总部终于从某意大利县人那里 得到了一个无法确定的消息 科学家失踪案 可能与企图谋杀教皇的阴谋有关 如果亚历山德罗夫还活着 那么他可能会在意大利 其实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很低 但此时的克格勃已经是不见观才不撒影了 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人克里姆科夫 立刻决定派人过去调查一下 就这样 克格勃第一总局一号部门次官 维塔利·尔勤科 被紧急派往罗马 以调查大使馆艺术品丢失案为名 确认该消息的准确性 1949年 美国工程师爱德华·莫菲随口说的一句话 被后世总结成了著名的莫菲定律 即 只要事情有变坏的可能 那么这种坏事总会发生 很快 克勃其科夫就会意识到这点 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 一若秦科 1936年5月2日出生于列宁格勒 这个时间出生在这个地点 谁都明白 他的童年应该不太好 5岁时 他的父亲战死于战场 7岁时母亲撒手人还 成为了孤儿的幼儿秦科 全靠舅舅照顾才得以生存 战争打到后期 苏联政府终于从战争中稍稍缓过气来 1944年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和苏军联合发布命令 命令了各地组建纳西莫夫学校 收纳各地的苏军遗物 为烈士孤儿提供教育和训练 免得英雄的后代沦落 纳西莫夫学校并非军事大学 但会在文化课外教授军事课程 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学也可以当兵 小游耳清科于1946年入校 好歹解决了生存问题 而且未来也算有条出路 在校期间的游耳清科很快表现出不同 他成绩很好 性格坚毅 而且非常低调 像我一样不善言辞 1954年 游耳清科被黑海舰队选中 成为一名潜艇兵 在部队里战友们很快发现 可能由于出身贫苦 游耳清科的物欲很低 不愁言不喝酒 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政治觉悟也很高 一看就是做大事的材料 如此优秀的年轻人自然大受欢迎 很快柯格勃就找上门来了 不过 找上门来的柯格勃 不是像慈父时代一样 来给他送上深夜福利 而是要拉游耳清科入伙 从杰尔仁斯基时代开始 苏联情报组织就热衷于接纳抚养孤儿 这一方面是为了照顾红军猎属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孤儿牵挂更少 信仍更坚定 因此 后来的柯格勃曾经被称为孤儿禁卫军 1959年 柯格勃被吸纳住柯格勃 做特工这个工作是很看悟性的 属于师父领进门枪毙载个人 而柯格勃则属于有天赋的一种 他负责舰队的反舰铁工作时 多次立功 1961年 就成为了黑海舰队柯格勃的负责人 那时他才25岁 更过分的是 这个小伙子不仅优秀 而且年轻时长得还很不错 那一副阴容笑貌看起来比较宝相庄严 这个招人喜欢的年轻人 很快迎来了命运垂情 他因为工作关系 与某位苏联将军的女儿相恋并结婚 在大老岳父的加持下 柳尔秦柯更是平不清云 1968年 他被派往亚历山大 作为顾问帮助训练埃及海军 有一说一 虽然埃及陆军菜的口角 但苏联帮助建立的埃及海军 则颇为可选可点 比如在1967年10月21日 他们用反舰导弹17公里外一发入魂 直接击沉了以色列的驱逐舰 埃拉特号 拿下了反舰导弹这一武器的衣血 在中东漫长的冲突中 埃及海军多次重创以色列 很是给纳塞尔挡脸 据说连薰农都对埃及海军颇感欣慰 五岳飙起车来都恨不得多采集脚油门 徒弟如此之了 作为师傅的尤尔秦柯自然也跟着沾光 他在埃及一直待到1972年 才撤回国内 回国后 尤尔秦柯脱离了海军系统 成为一名纯粹的科格勃官员 由于自身条件过硬 加上岳父的霸气外露 接下来他的仕途 那真是往南上天 无呼起飞呀 1975年 尤尔秦柯获得了一项重任 他会派往华盛顿 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安全武官 在科格勃遍布全球的海外岗位里 驻美时官武官算是最重要的岗位 能获得这个岗位 证明祖师对你已经极度信任 而令谁更没想到的是 光荣的苏维埃战士尤尔秦柯的一生 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分裂 变得晦涩难明起来 在科格勃和大使馆的官方资料里 尤尔秦柯在美国的工作尽职尽责 依然兢兢业业的战斗在一线 屡有星宫被记录在案 但从一些同僚的回忆录和侧面证据上看 尤尔秦柯的工作 就没有官方资料里写的那么完美了 在华盛顿期间 很多人觉察到尤尔秦柯便得有些心不在焉 不少工作都做得漏洞百出 比如1978年2月 曾经有一位CIA官员想要叛逃苏联 就吩咐门卫把袋子还回去 白白浪费了一个机会 出现如此离谱的食物 同僚们普遍猜测 肯定是因为尤尔秦柯身体不好 由于小时候贫穷的家境 他一直患有严重的胃病 经常用左手按着肚子吸凉器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大家都觉得 肯定是健康影响尤尔秦柯的工作 但其实真正的原因不在于此 真正的原因是 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里 老实人尤尔秦柯充分证明了 人在捧不住的时候 有时候是捧不住的 他在大使馆里开始谈论爱 跟某位使馆秘书的妻子 有了婚外情 虽然靠了特工的本能 他把这段感情掩藏得很好 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恋爱中都会变得无脑 这是生物特性决定的 在柯柯伴伴中 尤尔秦柯总算完成了五年的任期 被总局调往国内 然后靠着海外的履历 和岳父的霸气 他又一路高升到第一总局的次官 负责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情报工作 所有苏联在北美的间谍 都由他亲自联络并发布任务 其被告群众可见一斑 甚至美国情报公文一度误判此人 是整个柯柯伯系统中的五号人物 接受这个职务后 尤尔秦柯去过欧洲和加拿大几次 负责了解一些风土人情 最终在7月 他带着新的任务前往罗马 去寻找失踪的科学家 我们第一个版本的故事 即将就此展开 抵达罗马后 尤尔秦柯并没有在大使馆居住 而是在市区订了一家酒店 很快对亚利山多罗夫失踪案展开了调查 很快就对这个案子下了定论 但亚利山多罗夫在罗马之说 纯属子虚无用 没有任何情报价值 1585年8月1日 优势清客带着大使馆员工回到市馆 把文件梳理完毕 并领好次日的飞机准备回莫斯科 傍晚他离开使馆时 挽拒了工作人员随行 表示自己想利用最后一晚放松下 去梵蒂冈博物馆看看 参观完后 自行回酒店就可以了 然后他也不见了 苏联大使馆在次日满城风着一天 也找不到优势清客 只能给莫斯科汇报此事 然后 整个卢比扬卡都崩溃了 这叫个什么事啊 科学家丢了 派出去找科学家的特工也失踪了 众斗都挂了属于是 勃然大怒的克里奇科夫认为 优势清客肯定是遭遇什么状况了 只能再选精锐前往罗马 试图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但却一无所获 直到一个月后 华盛顿邮报上的一则消息 如青天霹雳般的 出现在了他的暗头 科学伯五号人物 奔向自由世界 这个背叛的故事 起源于误诊 说起来 世界上大部分的误诊 责任得在大夫 而优势清客的误诊 责任在他本人 我们之前说过 优势清客患有严重的胃病 而苏联医生 无论怎么检查 都诊断为胃溃痒 时间到了1985年的时候 虽然大夫依然坚承他是胃溃痒 但这位老哥感觉情况不对 胃溃痒怎么会呕吐物里有血 再联想到因胃癌去世的母亲 他就像深夜得病 上网查的当代青年一样 次次做出了一个 合情合理的判断 自己肯定也得了胃癌 而且怕是时日无读了 如果按照普通人的逻辑 区区绝症而已 积极治病 该干啥干啥呗 但循规导矩四十多年的 优势清客在此时 像责任一般问自己 余生当如何度过 他很快得到了答案 我要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去他妈的循规导矩 去他妈的老孩子 去你大爱的苏聂爱 爷都要死了 从此老子只为自己而活 我要去找自己的真爱 度过最后的好时光 优势清客所谓的真爱 就是华盛顿期间的那个情人 现在的问题是 那位女士已经随丈夫 去了加拿大蒙特利尔使馆 而柯格勃又不可能让他跟过去 思来想去 已经浪起来的优势清客 决定带情人私奔 同时 既然自己是个要死的人了 虽然自己在苏联地位也不第一 但是论物质享受 肯定还是跟腐朽的 资本主义社会没法比 他们都说我没有物欲 现在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我要去美国度过最后的岁月 那么 一个柯格勃特工 如何才能在美国 供上幸福生活呢 答案显而易见 前有狼来后有虎 要想辉煌拿命赌 只有叛逃了 经过几个月的布局后 幼稚清客在抵达罗马那天 就联系了美国大使馆 对电话对面表示 你好 我是苏联北方网友 在一个不愿意透露名字的 柯格勃单位工作 现在我愿意跟你们中情局合作 在说出条件之前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一件小秘密正式身份 柯格勃已经研制出 用于追踪的间谍粉尘 你们在苏联的所有外交官 都处于柯格勃的跟踪之中 美国大使馆的特工 很快做出了判断 这确实是圈内人 才能掌握的情报 赶紧问对方条件是什么 幼稚清客表示 我长话短说 但说来话长 我的条件有四个 第一 要给予我和另外一位女士 公民地位 第二 要一次性拿到100万美元 和每月7万美元的永久薪水 第三 我患有癌症 你们必须全力给我免费治疗 第四 我的身份必须保密 因为我怕家人在苏联 被吊销活锅本 至于我能给你们什么 我把苏联在整个美国 加拿大放养的 全部间谍供出来够不够 如果不够 还有整个柯格勃第一总局的技术机密 够了 这都够麻了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意识到 这次可真是大的要来了 他们连夜用汽车 把幼稚清客送到了纳布勒斯 然后一路专机 公诉送到了美国 等着幼稚清客的 将是一个下马位 到达美国后 中情局对幼稚清客进行了测谎 幼稚清客表示 你对一个20年的老特工做测谎 真的有意义吗 中情局表示 我们也这是必有的流程 没这张代码程序走不通 吃面不吃蒜等于没吃蒜 测谎通过后 中情局要求幼稚清客说出情报 幼稚清客表示 你们这个要求不说是诚意满满吧 至少也是一向天开了 这样吧 我四个条件 每完成一项 我就告诉你们一条 保证满意的重要情报 等所有条件都达成 老夫就直接加入CIA 考虑到主动权 暂时还掌握在幼稚清客手里 而且CIA之前 也从未搞到过 这么高级别的科科博官员 中情局的几个头头 商量几天后 决定同意这种交易方式 那么第一个工作 就得送这个情圣去蒙特利尔 CIA很快就陪着幼稚清客 找到了情人的住所 目睹了一出烂俗的虐狗戏 大体就是敲开门后 一对痴男怨女 紧紧相拥 情话绵绵 但是 之后的剧情 就不按剧本走了 当一会儿清客介绍完情况 说要带女人私奔时 这位女士压根没有感激 提灵收拾行李 而是表示 你行啊 有种啊 你这人屎克拉玩跳伞 你好大一个胆子 你让我抛下家人 冒着被科科博全球追杀的风险 给你私奔 当在苏联男性自信到这个程度了吗 你这哪是出门的 你是出病的 你这是小遥汉吃印度菜 自杀行为啊 维塔利 我是爱你的 我永远忘不了 你冒着叛国的风险 也要来和我私奔的行为 你的大缺大得 我来势再报 但是现在 请你抱着四个袋 自我降解 滚在一边炸了屁也算了 一脸懵逼的又是清客 看着同样懵逼的CIA探员 场面一路十分尴尬 要说这时候 还是美国人讲究 探员们晚尊说道 嫂子可能是一时 接受不了这么大变故 哥们儿要不你再劝劝 反正你老龄命都不在乎了 我们也愿意等等的 又是清客权衡利弊后 感觉这事希望也不太大 表示算求吧 咱们还是回美国吧 然而几个CIA却不急着安排飞机 反而用一种奇怪又期待的眼神盯着他 意思很明显 我们的事儿断了 那女人不愿意跟你走 是你自己的事 答应我们的情报呢 又是清客很轻松地坐上沙发 拿起一张报纸 随里缓缓说 你们监听苏联海底通讯和潜艇的 长春腾中计划泄密了 我们没法提供泄密人的姓名 但这个人40岁左右 红色头发 是国家安全局情报分析师 这么多细节够抓住他了吧 CIA赶紧跟国内联系组织抓捕 还继续跟优势轻科套近乎 希望能再掏出点干货出来 这时优势轻科却勃然变色 他狠狠地把报纸摔在了茶几上 只知其中一条报道 愤怒地问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CIA特工拿起报纸一看也大惊失色 那份当地报纸上赫然写着 科格沃5号人物维塔利·优势轻科 已来到自由世界 而且写明了是从华盛顿邮报上转载的 都从转载到加拿大了 这肯定已经是顶流热搜了 刘瑞青哥身边的CIA主管勃然大怒 立刻表示要追查 到底是哪个贱人嘴这么欠 不给你安排观察大摩十年雅座 难消我信仇之恨的 然后 当知道献必人叫威廉·凯西时 盛怒之下的CIA特工们 纷纷闭上了嘴 威廉·凯西 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妥妥的业界老炮 不是闻外汉 他之所以搞出这种事 是因为当时被逼得没辙了 那阵子伊朗门 和尼加拉瓜丑闻连续爆发 郑青鸡成为了群朝对象 再不着点硬货甩出去 威廉·凯西的地位 快跟垃圾桶平起平坐了 天巧又是清科的大小长短正号 所以 为了哥哥的政绩 只能委屈老弟你了 被官僚主义坑哥半死的CIA也没办法 只能好说再说 这下年老客人在美国住酒了 你还是先回美国检查身体吧 然后他们都傻眼了 经过顶尖的医疗专家会诊 各种先进仪器检查 得出了百分之百准确的检查结果 悠尔清科先生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你真的没有胃癌 你确实只是胃溃痒 这个写信上悠尔清科本人崩溃了 他本来以为是苏联医生们水平不行 结果 没来美国的时候 你们说我是胃溃痒 来了美国我还是胃溃痒 那我他妈不是白来了吗 与其左右横跳 不如直接上吊 那么这里我们说了 为了防止胃溃痒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身体健康 此时我们需要的是一款 Lemon Box定制维生素 Lemon Box是美国著名孵化器 YC投资的定制化维生素品牌 团队不仅有前三家医院医生做顾问 还有美国注册营养师 RD可要在美国医院实习一年 才能拿到证书 Lemon Box结合营养知识和大数据算法 基于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期望和营养目标 生成专属个人营养补充补充方案 解决了很多人想养生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吃的问题 Lemon Box的补剂都经过营养师团队严格的评测 产品质量严格把控 从源头提供高品质纯天然的健康补剂 价格产地这些信息在小程序上都可以查到 全方位的保证高品质 在收到Lemon Box的定制补剂后 可以看到有印有专属名字的小袋子 在私人定制这点属实拿捏的很准确的 而且整体包装零印刷无有印 环保这点做点非常到位 熬夜出差力不从心的 没大毛病别以为自己身体好 早点养护比就职高效 占一个线下营养 咨询方案价值60到90刀 Lemon Box下单前的定制服务全部免费 直录微信搜索Lemon Box定制维生素 输入XYH123 直接7.5折整单有优惠 健康股价帮你们到这了 情绪低落的幼儿清科被带回华盛顿 他第一个情报很快被准确验证 罗纳德佩尔顿被锁定 幼儿清科又提供了第二个情报 就在最近 你们CIA有个人投靠可可博了 他的名字叫做爱德华·李霍华德 因为是一次应交易 所以我知道名字 刘尔顿科的第二份情报 更加准确地被证实 只有一点瑕疵 霍华德已经在1983年离开CIA 他的泄密应该是报复全雇主 所以虽然中情局知道了这人是叛徒 却没法抓到他 两份情报都无一准确 刘尔顿科更加被重视起来 凯西局长派出华盛顿地区 专门负责苏联事务的CIA特工 奥尔德里奇·艾姆斯 负责跟优尔顿科对接 艾姆斯跟优尔顿科 深谈起司后一无所得 得出结论 如果我们不满足他的条件 我们很难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中情局也知道优尔顿科 他等什么 那和100万美元的奖金好搞定 但月薪7万美元确实不好弄 这个钱在现在都是一笔巨款 别说80年代了 本来中情局的打算是 反正这是个未挨晚期的人 都快挂了 应该花不了几个钱 但目前的情况看 这家伙搞不好 还能再活个20-30年 那可就是一笔2000万美元以上的巨款 中情局的钱又不是大风寡来的 当然心疼 眼看着两边越来越僵持 艾姆斯给凯西出了个主意 这个人可能是敬酒不吃吃喜酒 要不早就带这家伙去西海岸玩玩 等他放松下来 咱们再想办法掏情报 遗憾的是 公安旅游并没有让有始情歌放下警惕 因为他发现 不管自己去哪 都有一些中情局的好朋友们跟着 连上厕所都蹲在门口剔手指 监控之严密 看不下台后的赫罗小夫 而且 凯西局长几乎一天一个新要求 一会儿让他辨认照片 一会儿让他出庭作证 一来二去 尤诗清歌彻底火了 尤诗清歌终于明白 天下乌鸦一般黑 自己在美国也绝对过不上什么安生的日子 中情局这帮混蛋就是想把自己逼到绝境 然后一点一点榨干所有价值 等自己没有价值了 大约就离被抛弃不远了 道理尤诗清歌是想明白了 但现在已经叛逃完了 后路已决 这个套该怎么解呢 尤诗清歌很快结束了西海岸之旅 回到了华盛顿 这次他不再主动索要奖金和薪水 每天跟中情局的小孩们聊天扯赞 偶尔还出去上街走走 吃个午餐什么的 中情局这边多少也放松了些警惕 这个人后路已决 苏联那边已经知道他是叛徒了 他没啥资本跟我们穷对付 慢慢熬就死了 时间就这么来到了1985年11月2日 尤诗清歌已经来到了美国三个月 这天轮到新手探员托马斯·亨纳 看守尤诗清歌 亨纳这词牢骚满腹 抱怨说 自己为什么总是要在假日或周末置办 尤诗清歌非常体谅这个情报部门的新人 建议一起去附近的超市透透气 亨纳当然知道这是违反规定的 但人类往往就是这样 CIA的工资不足以让特工们 有这么强的职业道德 平时不烧香 遇事让我干 俊阳的狗屁规定 这哥俩在超市晃动到半晚 看着回去吃饭也来不及了 就近找了一家餐厅吃饭 尤诗清歌表示 为了感谢亨纳的假期之班 这顿他请客 点了不少好吃的 一阵埋头苦吃后 尤诗清歌突然发问 如果我现在起身离开 你会怎么做 开枪吗 亨纳是个老实孩子 不 人太多了会误伤的 而且我们并没有被叛逃者开枪的授权 尤诗清歌笑着站起来 那我要出去散散步了 你不要跟来 幕僚补充了一句 如果我回不来 这并不是你的错 说完 尤诗清歌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餐厅 留下一个小菜鸟在风筝凌乱 几分钟后 亨纳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他迅速冲向电话 向总部汇报 尤诗清歌失踪了 在小菜鸟打电话的时候 尤诗清歌已经大步走进了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事实上 在超市的时候 他已经给大使馆打过来电话 自曝深圳后 要求他们保持大门畅宗 自己将如闪电般归来 就这样 尤诗清歌完成了一项 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从科哥勃叛逃到中情局 再从中情局叛逃回科哥勃 对于他逃回去的事情 中情局虽然觉得很可惜 但也无所谓 因为他们很清楚 科哥勃会怎样对付叛徒 然后他们就傻眼了 1985年11月4日 在尤诗清歌逃回苏联大使馆的第三天 苏联使馆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 等记者都到齐后 一个苍白疲惫 饱经风霜的中年人揍了出来 坐在麦克风前 愤怒地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无耻 中年人情绪非常激动 在叙述中还要夹打着俄语脏话 他声称 自己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总局官员维塔利又是清科 于7月12日 受命前往罗马 调查大使馆艺术品失踪案 当案件调查完毕 即将返回祖国的8月1日迸晚 他前往梵蒂冈博物馆参观 结果在参观归来途中 遭到了无耻的投袭 美匪用麻醉针将我放倒 闭上眼睛塞进了汽车 又几次转机把我运回美国 整个绑架期间 他们一直给我注射麻醉剂 我在几乎失去意识的情况下 无法反抗 到达美国后 本人遭到了中情局的残酷折磨 他们大量对我使用土针剂 和其他毒气审论 我一直处于意识半模糊状态 不清楚有没有泄露重要情报 但作为苏菲埃的忠诚战士 在下只要清醒的时候 就一直与无耻的中情局 做坚决斗争 三个月来 我画下无数拳拳诅咒 拷问我的家伙 对 就是那个又高又瘦的斯文贝类 他的名字叫奥尔德里奇艾姆斯 各位媒体朋友可以去中情局调查 看看有没有这个人 这个重制 利用我半昏迷的时候 强迫我签了份100万美元的合同 试图栽赃一位光荣的苏菲埃战士 当然 作为苏联培养多年的精锐特工 我还是抓住了他们的漏洞 于11月2日逃回祖国 今天 我在这里揭露和谴得这种突破底线的阴谋 讲述一句忠诚的赞歌 消息传出后 中情局大佬集体撕巴拉了 本来威廉局长向大众汇报的政绩是 自由世界灯塔的光辉 吸引了苏联舰的气暗投明 结果 经过优尔清赫的这一番解释 变成了过期政客为求自保 无耻偷袭 引起外交争端 优尔清赫这手不仅保全了苏维埃的脸面 还反出了美国一记耳光 科科博不可能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蹊跷 但是形势所迫 优尔清赫必须是被绑架的 也只能是被绑架的 现在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中情局面前 他该如何解套呢 CIA很快就出面否认了苏联大使馆的说法 他们声称 尤尔清赫先生是诚心诚意 投奔自由世界的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出现在了苏联大使馆 他肯定是受到胁迫才发表了这段讲话 不信 如果你让他再来到美国领土 他一定会改口 威廉局长觉得自己反将军无比精彩 你个叛来叛去的小人还敢回来吗 如果他是主动跑回苏联的 难道他就不怕再回美国被我们干掉 而如果尤尔清赫是不小心被苏联绑架回去的 苏联就更不敢把他单独送回来了 毕竟万一回来后再叛变 可就真成国际笑话了 所以 无论怎么想 尤尔清赫肯定不敢回来 只能硬吃这个哑巴亏 坐实了苏联是强行把人绑回去的 威廉局长觉得自己这个计策 真是屎皇摸电线 赢麻了呀 但他不了解尤尔清赫 或者说还不够了解斯拉夫人 美方的声明刚刚发表 尤尔清赫第二天 就自己一个人去了美国国务院 对美国人进行一番严正谴责 而且在门外 留下了一大堆长响短炮的各国记者全程直播 赤裸裸地打了威廉局长的脸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美国也只能认栽 表示大哥我们服了 希望回莫斯科后 你的苏联同行能给你好日子过 祝您虔诚似锦 再见吧 1985年11月7日 尤尔清赫返回莫斯科 苏联在机场安排了隆重的婚姻仪式 进入卢比亚卡大楼时 苏维埃你的英雄回来了 从约尔清赫回到莫斯科那天开始 中情局又一刻不停怪罗他的消息 他们知道 科格沃不会相信约尔清赫的鬼话 就等了啥时候风头过去 这会被科格沃清算 科格沃可能会碍于面子 不会公开处罚他 但悄悄地让他人间蒸发是很正常的 毕竟这是个绝不允许背叛的组织 可是直到苏联接纪 这事也没发生 约尔清赫依然在第一总局担任次官 虽然没有升职 但也没降职 清算更是无从谈起 直到1994年2月21日 中情局逮到了一个超级艳术 这家会被科格沃足足提供了 9年的绝密情报 至少12个中情局 埋在科格沃内部的高级卧底 因他而暴露 堪称有史以来杀伤力最大的艳术 他的名字叫奥尔德里奇艾姆斯 对 就是当年跟尤尔清科对接在那里 在艾姆斯被捕后 许多中情局官员 回想起10年前的那档子事 好像突然把一切都想明白了 1985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 在那一年 中情局和科格沃的竞争 进入白热化阶段 双方的内部审查 严厉到了挖地三尺的地步 彼此的卧底 纷纷被通过各种手段挖了出来 堪称情报界的世界大战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尤尔清科的第一次叛逃 本就是科格沃安排给他的任务 通过这样一次爆炸性叛逃 转移中情局的注意力 从而保护他们最深的那只艳术 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这场左右横跳中的疑点 尤尔清科叛逃最核心的起因 为爱都区分不开 即使他本人区分不开 苏联的医疗专家也能给他讲明白 如果这个核心起因根本就说不通 那么他为什么要叛逃 其次 就是整场叛逃中 这货总共出卖了两个间谍 这两个间谍的共同特征是 他们已经不在中情局工作 换句话说 当时他们对科格沃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情报价值 而他在新闻发布会上 对着后来被捕的艾姆斯 一通高度评价 现在看起来 这更像是科格沃的策略 让两个科格沃的护腰 这样中情局至少会信任其中一个 丢居宝帅 搞都让他们搞完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根本无法解释 为什么幼稚琴哥回国多年 也没有遭到任何清算 甚至至今还享受着一定的保护 虽然他的岳父位高权重 但是似乎也没有神通往纳到这种地步 遗憾的是 我们永远也无法印证 这种猜想是否正确了 苏联解体后 幼稚琴哥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 直到1996年退休 国家崩溃并未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这老哥很快成为了一家 商业银行的安全负责人 同时也是这家银行的董事会成员 小寡头了属于是 他依然活着 居住在卡路加一所低调而舒服的房子里 偶尔还会和老同学聚聚 但无论是传记作家还是多年好友 都无法敲开他的嘴 只要提及当年那场事的真相 他总会摇头微笑 表示 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案子的时候 太多人会因此倒霉的 而除了他以外 其他可能知道真相的人 也都无法发生了 被美国抓到的超级箭属艾姆斯 由于给中情局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被美国人恨得牙根痒痒痒 因此被判终身渐禁 至今仍在服刑 讽刺的是 这个人投靠苏联的原因 跟意识形态毫无关系 完全是为了钱 苏联靠着金钱打通了大量美国人的关节 不得不说是一个黑色幽默的事情 最后一个知情人 只能是科哥博大佬科六七科夫 他倒是有回忆路由下 在里面坚诚跟游士琴哥是个英雄 不过他的说法究竟是发自内心 还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失误 就不得而知了 科六七科夫于1991年参加819政变 在这场政变里 他发现曾经坚强如钢铁的科哥博 也可以脆弱得如同泥沙一般 当年那个让剑桥五节为了信仰而效忠的队伍 逐渐变成了用金钱收买人的庸入机构 变成了靠走私物资来维持的腐败组织 当盾牌变成了朽木 当了力竞变成了顿刀 曾经遍布全球的红色老络 却在自己的首都撑不住哪怕三天使 这场过往的洛生门事件 也只不过是这个疑死居人的 一个无足轻重的可悲主角